因為媽媽比較多都是演反派 那我好小不小就是 也演了一個反派這樣子 然後結果沒想到 演了一個八點檔之後 就是反而很多人看到這個八點檔 然後就有人就在講說什麼 就是媽媽演什麼壞女人 媽媽很背哥哥 然後交出來的女兒 跟她一樣背哥哥 然後有人說就是什麼 就是 插女 就說這母女都是一樣 插女 就是都罵得很難聽 然後就說就是 媽媽是不是就是演太多壞人啦 什麼就是沒有記好音的 所以女兒就是 就是真的罵得很難聽 那媽媽怎麼跟妳說 媽媽跟我說不要理她 可是我覺得我跟媽媽很好笑的就是 我看到罵媽媽的 我會很生氣 可是媽媽跟我說不要理她 那媽媽在她那邊看到罵我們 她很生氣 所以就這樣 我們兩個會互相安慰 就講說就是算了不要理她們這樣子 因為我的戲齡沒有很長 但是我之前有演過一些大愛的戲 可是反而我演大愛的戲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多人看 可是到後來我反而是 就是也演了八點檔 然後我好小不小就是 就是跟媽媽 因為媽媽比較多都是演反派 那我好小不小就是 也演了一個反派這樣子 然後結果沒想到 演了一個八點檔之後 就是反而很多人看到這個八點檔 然後就有人就在講說什麼 就是媽媽演什麼壞女人 媽媽很背哥哥 然後交出來的女兒 跟她一樣背哥哥 然後有人說就是什麼 就是 插女 就是說這母女都是一樣插女 就是都罵得很難聽 然後就說就是 媽媽是不是就是演太多壞人啦 什麼就是沒有記好音的 所以女兒就是 就是就真的 太入戲了對不對 很難聽 然後我那時候就有 真的有驚訝到 我就覺得 你要罵我這個角色沒關係 或是你真的要罵到我這個人 我覺得算了 可是你扯到我媽媽 我覺得我媽媽沒有做錯什麼事情 他在演換女人 可是他還是在賺錢 你是在養我們 為什麼要這樣攻擊 那你這樣子 有跟媽媽討論嗎 我有跟媽媽講 那媽媽怎麼跟你說 媽媽跟我說不要理她 可是我覺得我跟媽媽 很好笑的就是 我看到罵媽媽的 我會很生氣 可是媽媽跟我說不要理她 那媽媽在她那邊 看到罵我的意思 就這樣 我們兩個會互相安慰 其實你知道 就是有時候你看到 比如說我剛結婚的時候 就會看到算名就寫說 這不會超過三年 就是算名什麼都可以說 對 他們真的這樣算 什麼都可以說 什麼都可以說 感情好的很 就是這樣子 對 如果人家下次說 你這個什麼壞女人 衰氣八女 就怎麼樣 就是演得很好 另類的誇獎 一定要講 媽媽來現場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來 我們來歡迎 梁姐 又難姐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就是因為她靠著爸爸 靠著媽媽 她們肩膀上比別扛 多扛了多少 如果她今天演一個反派 哎呀 都沒有像你媽演得怎樣 這個就是會是一個拿 你的父母來做比較 我覺得孩子們反而要學習 去承受這樣子的壓力 那被稱讚的就是 感謝大家去肯定 被酸了 我們就記取人家說的 那些癥結點在哪 我們自己來做修正 來做改進 被酸名酸是最好的養分 我們公司有一個節目 就是要去跳那個國標舞 那公司找了我幾次 都沒有去 因為我 我真的不會跳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公司說 其實可以早放棄 媽 你怎麼這樣子 你自己不敢跳 你去叫我跳 她是一種那種心態是 你不入地獄 我入地獄嗎 可是她完全不知道 當她在練習 她甚至於晚上兩點三點沒睡覺 在樓上邊那個坑坑坑坑 其實那時候我也心疼她在練習那些舞步 當她站在舞台表演的那一剎那 我真的很酷 在學習國標的過程中 放棄可以學到很多很多男的老師 以後人家講到這個時候 你信手你還可以一小段 當然不是最完美的 可是是你懂的 會讓你覺得說 我逼著你去帶你出征 其實不是 我是用心量 當我的女兒很辛苦 我知道 我很唠叨 但是我絕對沒有要害你 我對你的特別要求 是希望你可以出雷拔萃 雖然我不是最好的 包括有時候我對你在言語上 會比較 比較難聽一點點 那都是我想要激勵你的方式 我從來沒有肯定 但其實在我心目中不管怎麼樣 跟任何一個表演者站在一起 也永遠是我心目中最棒的最好 希望我的孩子 我的寶貝芳琪 可以越來越好得到更多的肯定 天啊 我也犯累了 我也犯了 你看媽媽最後那一句話 好感動喔 謝謝你 因為我覺得我媽她真的就是 對我比較嚴格一點 當然我覺得我也沒有 我一直很努力想要追上她 結果還沒有追上 那媽媽她真的 其實在家她很少給我什麼 太正面的鼓勵 那謝謝 謝謝節目 就是讓我看到媽媽她說一些 她平常不會對我說 比較好聽一點 son 有 其個 這麼 有 有 debate eh 你